现在我们根据安装线图 测量出滚筒三轨到牵引机的安装距离 测量出来标记下来 现在我们测量出三轨到牵引的距离是7米 根据安装线图刚好在这条线上 好 现在我们来测量出牵引机的中心位置 找准牵引的中心点把它标记出来 测量的牵引宽度在2米8 现在它的中心点在1米4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来测量牵引的后端 找准它中心1米4的位置 画出中心线 好 摆放完牵引机的位置之后 我们来测量三轨到牵引之间的水平线 与对角线做一次检查 现在我们来在三轨上找一个基准点 起始端在三轨 末端在牵引 我们先测量它的平行线 然后在牵引上找一基准点作为末端 来测量牵引端到三轨之间的水平线距离是在7.2米 现在我们来测量另外一侧三轨到牵引机位置的水平线 同样是在三轨相同的位置找到它的基准点 现在我们来到牵引机的这一端 这边的距离也在7.2米 就代表它的水平线距离两侧完全一致 现在下一步我们来测量三轨与牵引之间的对角线距离 找到相同的基准点 现在我们来牵引这一端去记录它对角线的距离 这一端是7.7米 好 现在我们测量第二组对角线 也是在三轨找在相同的基准点 这是7点位置 在牵引对角相同的位置找一基准点 作为末端可得出距离在7.7米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三轨与牵引之间 对角线水平线的距离完全一致